欢迎继续收听《斗魄苍穹》第1111回 伴随着火焰风暴的消散 那不远处的空间也扭曲了起来 两道身影浮现而出 一道是面色有些苍白的消炎 另外一道竟然是紫炎 紫炎捋开鹅田的一缕青发 他盯着消炎 你也太疯狂了 若是被绞入其中 你也会被火莲毁灭的 消炎笑了笑 也不知道说什么 他抬起头来 看着火焰风暴消散的地方 那里一道人影 踏着虚空 再度缓缓的走出来 果然没死吧 见状消炎不由的摇了摇头 略微有些失望 人影缓缓从烟雾中走出来 露出一张苍白的脸 不愧是能够让我魂殿 屡次失败的人 的确是有些让人刮目相看的 魂殿的店主竟然真的从毁灭火莲中存活了下来 不过看他嘴角一丝倔迹 显然也是硬吃了一记火莲 人并不好受 见到魂殿店主还活着 薰儿等人面色微变 当下迅速施展身形 把硝烟团团围住 目光警惕的望着魂殿店主 魂殿店主的目光淡默的看了薰儿一眼 然后停在了紫妍和古南海身上 却是古怪的一笑 先前的联手 你二人是否以为便摸清了我的实力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现在也许就该让两位吃惊一下了 说着他轻轻变换了一个手印 而随着这道手印的结成 魂殿店主的气息 顿时在一道道震惊的目光中 陡然暴涨起来 短短十几秒的时间 后者竟然突破到四星后期的屏障 隐隐间达到了五星斗圣初期的地步 什么 五星斗圣 感受到魂殿店主瞬间变强的气息 萧炎等人面色顿时变得难看了起来 这魂殿的店主居然一直都隐藏了实力 古南海低声地说道 你达到了五星斗圣竟然还敢出手 看来是至远古种族之间的约定 余无误啊 若是魂殿店主仅仅是四星后期的话 那他和紫妍联手上还不拒他 可如果对方变成了五星斗圣 那他们两个人就没有了一丁点的胜算了 魂殿店主赞赞一笑 我只是侥幸 半只脚踏入五星斗圣层次而已 说起来倒不算真正的五星斗圣 所以约定也并未算破坏 然后他不多说废话 踏着虚空一步步对着硝烟等人行去 小子 把妖火本源交出来吧 做梦 紫妍的眼神一寒 他脚步朝前一踏呀 金光暴涌 凝聚成一条金光闪闪的巨龙 张牙舞爪的对着魂殿店主疯狂的射去 碎 然而面对着紫妍这等攻击 魂殿店主却缓缓的摇了摇头 他屈指一点 轻轻点在虚空 只见的金光巨龙 在聚起还有十丈距离的时候就爆裂而开 金光暴裂 与之有所联系的紫妍也闷哼一声 脚步登登登击退 见到一击之下 紫妍就受到重创 众人也不由得微微变色 这五星斗圣和四星斗圣后期的差距 果然如此巨大呀 若是放在心前 这魂殿店主断然不可能轻易的 便把紫妍击溃 古南海低声道 我和紫妍消耗太大了 这个家伙似乎能很快的就恢复 现在就算我和紫妍联手都不是她的对手啊 哈哈哈哈 太虚古龙虽然强悍 但想要越街挑战 难哪 把妖活本源交出来 本店看在千千联手份上 让你们安然离开 魂殿店主的后方 魂丰以及魂殿副店主 也闪略而来 阴森目光盯着萧妍等人 萧妍的目光微微闪烁 他抓着黑色光柱的手臂 都蹦出了一条条青筋 这魂殿店主实力太强了 强到连他都施展了毁灭火莲 都无法真正的重创于他 但要让萧妍放弃 妖活本源 这也是不可能的事 萧妍 早听说你狡猾如虎 今日 本店可不会给你逃脱的机会 见到萧妍目光闪烁 那魂殿店主却一声冷笑 脚步猛的一塌虚空 身影直接如同鬼魅般的 穿过了几个人 直接出现在萧妍的面前 然后一掌对着萧妍 天灵盖抓了过去 小辈 受死吧 魂殿店主这么一出手 几乎施展到极致 常人仅仅能看到空间一阵波动 那前者的手掌 就距离萧妍的天灵盖 不足一寸了 然而就在魂殿店主即将擒住萧妍的瞬间 一只甘瘦的手掌却突兀的出现在萧妍的头顶 屈指一弹 竟然生生把魂殿店主的手探飞了 与此同时一道沙哑的声音缓缓响起 无知后辈 岂容你说死便死啊 原来 十拿九稳的一掌却再度横生变故 那魂殿店主的脸色涌上一片阴沉 目光直直望着萧妍的身后 那里一道穿着普通衣衫的人影声静静的站在那 然而 死人虽然看上去极为普通 但他的气息却是诡异莫测 让得人有些难以摸清其真实的底细 你是何人 魂殿店主眼神阴沉他冷喝道 虽说他在魂族之中地位不低 但毕竟距萧璇存在的那个时代太远 因此他自然是不可能一眼就认出面前的人 居然便是当年在萧族有着不小名声的 血腹萧尘 萧炎迅速回过神来 见到萧尘出手 他悄悄的松了一口气 萧尘先走 从一脱离幻境到现在 这位萧族曾经的前辈却一直未曾出手 不论萧炎陷入何种激战 他都隐藏在一边 不过这种隐藏在萧炎真正到了危机关头 他也只能出手了 萧尘摆了摆手 他的性格本就是孤僻沉闷 这种时候不愿意多说什么 他抬起步伐 缓缓走到萧炎面前 目光盯着对面的魂店店主 声音沙哑的说道 他也是魂族的人吧 嗯 那便杀了吧 听到萧尘低沉的声音 萧炎的心头却微感凛然 他目光有些奇异的 看了萧尘的背影一眼 到的现在他才发现 似乎至始至终 他都没有看清楚过这位先祖的真实实力 在幻境时 萧尘虽然能够击败紫妍 与古南海长老 但看上去倒有些勉强 按照萧炎的猜测 他应该是处于四星斗圣后期的层次 即便再高一点 恐怕五星斗圣初期的模样 就应该是顶了天了 然而当萧尘这句话脱口而出的时候 萧炎方才感到他猜测好像低了点 数千年的幻境囚禁 如此长远的时间 就算不能正常修炼 但所谓水滴石川 一点一滴的积累而出的成就 依然能够让人感到骇然 看来萧尘先祖敢说此话 他必然有一些把握 魂殿殿主双眼微眯 盯着萧尘 你是 萧祖的人 他突然想起 前者刚说的一句话 当下眼筒一缩 语气之中 满去不可置信 怎么可能呢 萧祖早已破败 怎么可能还有斗圣强者 看萧尘的模样 显然并非如同萧炎 那般在短短几十年修炼 间能完成 既然如此 那其存在的时间 必然不短 可是为什么魂族 却没有半点 和他有关的情报呢 对于魂殿殿主的震惊 萧尘脸庞上 却是没有泛起丝毫的波动 他只是脚步踏着虚空 一步步的踏出 而伴随着他每一步的踏出 他的气息啊 便会如同 不断翻涌的浪花 越来越高涨 越来越强悍 四星中期 四星后期 五星中期 萧炎等人面露惊疑的 望着萧尘的背影 后者的气息 在短短几息之间呢 居然便生生突破到了四星的层次 达到五星斗圣中期的地步 这等实力比起那魂殿的殿主 竟然都强上一步 你究竟是何人 感受到萧尘如此恐怖的气息 魂殿殿主面色终于出现变化 他立声喝倒 在他的身后 魂丰和魂殿的副殿主闪掠而来 目光惊疑不定的望着前者 显得都被这突然间出现的变故 搞得有些慌乱 萧炎眼中闪烁着惊喜 难难自语 难怪萧神仙祖能够在 静眉妖火的幻境中 坚持这么多年 原来他的实力 居然强到这种地步了 面对着魂殿殿主的立鹤 萧尘却皱了皱眉头 喋喋不休 他手掌以我虚空啊 巨大的血影 便在掌心凝聚 转眼间就凝聚成一柄巨大的血腑 他手心一转 血腑就瞬间撕裂空间 带起一阵阵音爆声 快若闪电的 对着魂殿殿主三人怒劈而下 快退 见到萧尘出手 魂殿殿主面色微变 他袖袍一挥 便是把身后的魂丰二人震退 旋即他嘴巴猛了一股 一颗约莫半丈大小的黑色光球 便飞快地从他嘴中喷吐而出 光球之中 传出阵阵凄厉的惨叫声 仿佛啊 其中有着无数灵魂 在相互的吞噬一般 天空之上 血影一闪 旋即众人就看到 那刚刚从魂殿殿主嘴中喷出的黑色的光球上 就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血色的浮影 紧接着一道细微的声音响起 只见的那漆黑光球上 一道血线蔓延开来 然后砰的一声 就缓缓地裂成两半 啊 黑色光球 连爆炸都未曾施展而开 就直接被巨大血腐生生劈裂 那魂殿殿主当下一口鲜血喷出 神色都萎靡了一些 灭色苍白 他急忙暴退 萧尘的攻击 灵力的让人无法置信 那血腐所过之处啊 仿佛连天地都被他劈开了 那股霸道气息 让人心神颤抖 破天三浮 一腐轻易劈开魂殿殿主的攻击 萧尘却没有丝毫的留守 他二话不说呀 两步跨出 手中巨大的血腐 刷刷刷就劈出了三腐 这三腐几乎连成一片呢 常人仅仅能用肉眼看到 天空上一道红影掠过 唯有魂殿殿主这等强者 方才能够清晰的见到 三条阴红的血线 自空间中暴流而出 然后以一种极端恐怖的速度 瞬息间就抵达到他的面前 三道血线看似细弱 然而魂殿殿主却从上面感受到一种 极端浓郁的危机之感 魂藏之术 在这种危机之刻呀 魂殿殿主身体一震 他灵魂竟然从眉心中漂浮而出 旋即灵魂的双臂居然诡异的爆炸开来 这灵魂双臂一爆 铺天盖地的黑雾 陡然间遮天蔽日 这片万丈天空 几乎是眨眼之间 便被黑雾弥满 无数道灵力的灵魂音波 从黑雾中传出 宛如魔音一般 对着人脑海深处疯狂的钻去 三道血线撕裂重重黑云 不过伴随着飞快的穿梭 血线上急速爆炸开一道道涟漪 短短不到树袭之间呢 从第一道血线居然被生生震散 甚至于第二道的血线 都变得若隐若现起来 黑雾弥满 突然间 低沉沙哑的声音响起 旋即重重乌云 猛然间爆裂开来 一道血线快若闪电般的略出 最后以一种惊人的速度 射进了黑雲的某处 烈 血线刚刚射进那片区域 一口鲜血喷吐的声音就传出 紧接着 漫天黑雲一僵了 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飞快退散 随着黑雲的退散 众人视线恢复了过来 急忙一早就是看到 在那不远处 魂电电阻 浑身鲜血颤抖而立 在那肩膀子小腹处 一道恐怖的伤口 猙獰的浮现着 甚至隐隐间还能看到 其中蠕动的内脏 显然先前那一击 让那魂电电阻 受到了重创 萧尘面色淡淡的看了 魂电电阻一眼 眼中却是有些诧异 他显然没想到 后者居然还能活下来 在他那个年代啊 不知道有多少强者 陨落在这一招之下 魂电电阻目光猙獰 而箴然的盯着萧尘 他急忙从那些中 取出几个玉瓶来 然后把里边的药液 涂到伤口上 任由那支支的白雾 伤腾而起 掀起他双手猛的 结出一道印结 一片黑色光幕 陡然涌现 竟然如同囚牢一般 把他和萧尘 二人囊括其中 魂电电阻 结出黑色囚牢 最终却突然对着外面怒喝 我老看了这么久的戏 该出手了吧 听着魂电电阻此话 外面的萧尘等人 面色却陡然一变 这魂族居然还有强者 隐藏在此处 在萧尘等人目光四下扫动的时候 这片虚空终于响起了 一道苍老的低探声 哎呀 魂灭声啊 你倒是太让老夫 失望了 秀妍骤然回头 目光死死盯着 不远处一堆人群 那里 一位实力紧紧达到 高级半盛的灰衣老人 摇着头 一脸失望的走出来 而伴随她的走出 她的脸庞出现些许的变化 一对长长的黑色眉毛 垂落而下 显得极为的诡异 感谢各位听友朋友们 一直热心的支持 桑子播讲的豆婆苍穹 欢迎添加桑子的个人微信号 MAGI626 我们一同畅聊豆婆 一起体味书中之旅 下期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